進行到了14週 你是不是也感覺身體開始很疲勞呢? 但是下禮拜就是我們的比賽啦 想辦法堅持過最後的兩個禮拜 勝利就會在終點迎接你啦 喔對了 記得WINS4LIVE整場比賽當中 都有瑞布可以喝 一個水扇都可以喝到飽 OK那接下來就來看我們這禮拜的課表吧 距離比賽只剩下兩週的時間 所以我們課表也逐漸的調降你的強度 想辦法讓你身體恢復你健康的狀態 來應戰這樣的比賽 所以我們禮拜一一樣是維持基礎核心能力啦 所以核心記得很重要 不用再我說了吧 那禮拜二的訓練呢 一樣是維持馬拉松配速跑30分鐘的訓練 強度一樣是2.5區 跑完30分鐘的馬拉松配速之後 會有200公尺5趟的加速跑 那在200公尺5趟的訓練強度 都是6.0區的強度 那200公尺每一趟的訓練內容 都是完全休息之後再出發下一趟 OK這是禮拜二的課表 接下來呢 禮拜三就是休息日啦 禮拜四呢 就是我們訓練油耀耐力 第一次的減量週 那這次的訓練內容呢 會從3禮拜的60分鐘 減量到了50分鐘 那訓練強度呢 一樣是維持1.5區不變 那你50分鐘跑完之後 記得要完成100公尺3趟的加速跑 接下來隔天的訓練呢 有就是配速轉換的訓練啊 那這禮拜訓練也稍微調降了強度 從上禮拜的60分鐘呢 這禮拜減量變成了50分鐘 50分鐘當中 前面的30分鐘要跑馬拉松配速跑 2.5區的強度 完成前面30分鐘的配速 當你30分鐘之後 接下來的20分鐘 就把強度調降變成1.5區 那還維持接下來的20分鐘的慢跑 所以你在強度調降的情況下 你要想辦法去適應身體的改變 因為速度改變了 你的心率呼吸都會改變 這個時候你要想辦法調整為輕鬆的方式 來維持接下來的訓練內容 OK 再來禮拜六也就是我們休息日啦 禮拜天 也就是我們這禮拜最後一日的訓練 那訓練內容也從上禮拜的90分鐘 調降為80分鐘 因為接下來 一個禮拜後就是我們的比賽啦 所以希望你可以在80分鐘的訓練內容當中 想辦法再去適應你的補給方式 你在幾公里的時候會喝東西 幾公里的時候會吃鹽錠 幾公里的時候要吃果膠 可以去看一下官網上的配置 都會告訴你在幾公里的時候會有水戰 你可以在水戰前做補給的動作 讓你身體可以保持能量 繼續接下來的路程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訓練內容啦 希望這禮拜訓練完之後 你可以調整好心情 準備應戰接下來的比賽 那也記得 比賽當中的補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建議你們可以到官網上看一下 看到有補給的水戰 或是哪幾個點 哪幾個水戰 有紅牛 記得不要浪費 一定要喝 下禮拜見 掰掰 下禮拜見 掰掰